6月10日下午 艺人郑秀文在香港迪士尼乐园 出席渣打银行企业联盟启动仪式 即星球大战入侵明日世界节目里活动 在启动仪式上 化身震惊里的郑秀文 身穿职业装在台上与企业高层 及扮向米奇老鼠糖老鸭等动物的人员合照留影 并跟大家分享早前与朋友在主题公园玩乐时的趣事 我非常喜欢玩 我记得我年纪比较年轻的时候 我对于这种激动的游戏非常的疯狂 往往玩了一次还不够 还要再排队再玩再玩 我记得有一次我硬要我的一个朋友陪我去玩 后来他下来从激动下来 他就呕吐了 我就知道原来不能逼的 这种游戏真的不能逼的 随后进入星球大战 入侵明日世界主题活动 扮向超级战士的外星人 在台上为大家展示即将入侵明日世界的恐怖而动感画面 同时还邀请到一众小武士参与此次活动 他们手持激光剑 比划着各种搏杀动作 赢得大家的掌声 最后企业高层与参与人员一起参加星球大战 入侵明日世界的节目里仪式 在受访时 郑秀文透露自己的演唱会正在筹备中 关于票价问题 他不希望黄牛党把门票炒高 尽量便宜一点 让更多的人有购买能力 我这次还是继续跟公司争取 就是不要把票价加的降价的太多 因为其实几乎每个演唱会都已经降价了 但是我倒希望我的演唱会可以用一个比较便宜的票格 可以让更多的朋友可以有这个购买的能力 所以就只加一点点 只加一百块 那中价跟最便宜的票格完全没有加 谢谢大家